切入、對抗、然後爆扣 創造灌籃大賽經典的一員 說到上面這些你會想到哪位球員呢? 超分鐘認識系列 今天要帶你來認識這位高中時曾被稱作下一個Black Griffin的球員 Aaron Golden Aaron Golden 綽號小Griffin 櫻木 背號0號 身高69寸206公分 體重220磅100公斤 小Griffin的由來是因為高中時後的Golden 實在太會跳了 又高又跳爆發力堪比當時正夯的灌籃王Griffin 因此被取了這個綽號 另一個綽號櫻木 由於場上的Golden天賦極佳 誇張的跳躍力充滿熱情的衝搶籃板 但由於完成度不高 與漫畫灌籃高手裡面的櫻木花道有幾分相似 也因此有球名叫他櫻木 Golden出生於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 他的父親曾是籃球與橄籃球雙修的運動員 母親則是一名準職業的冰球運動員 Golden在八歲時便已經具備參加青少年奧運 100米及200米的資格 但他最終選擇了報名籃球的項目 Golden高中時就讀於米蒂 Golden高中時就讀於大主教米蒂高中 高中的名稱用的是就近三的第四任大主教 約翰約瑟夫米蒂 高中期間帶領學校拿下兩次的加州冠軍 並且拿下兩次的加州籃球先生獎項 高中最後一年 場均能夠拿下21.6分 15.7次的籃板以及3.3次的主攻 Golden也被評選為2013年的籃球先生 同時也被選入那年的麥當勞高中全明星賽 拿下了24分8籃板 帶領球隊獲得勝利 附帶了一座全明星賽的MVP 並且在該年以平均12.6分、6.2籃板、1.9助攻 成為美國隊奪下金牌的主力 而他也被評選為本屆賽事的全明星賽五人之一 高中畢業後 Golden選擇加入了亞利桑那大學九讀 大一就站穩了先發38場的比賽 每場角出平均12.4分、8籃板以及2助攻的成績 帶隊殺入NCAA錦標賽的8強 並入選太平洋12校聯盟的年度第一隊、最佳新人 以及被美國籃球教練協會評為該年NCAA的最佳武人 三季結束後 Golden便宣布放棄了大學學業 投入2014年的NBA選秀大會 並以第一輪第四季位被奧蘭多魔術隊給選中 2014-15新秀賽季 Golden由於左腳骨折的關係僅上場了47場的比賽 場均上場17分鐘可以拿下5.2分以及3.6的籃板 第二個賽季的Golden 代表魔術隊參加2015年的夏季聯賽 三場比賽便用實力證明了自己能夠支配次級的聯盟 場均可以拿下21.7分、11.7籃板、2.7助攻、1.3操解以及1.7次的火鍋 時間快傳的2016年的明星賽週末 由於灌籃大賽已舉辦多年、灌籃技術的限制、招式的重複 以及對於空玩失敗的懲罰性低 大家都認為灌籃大賽一年比一年還要無聊 但這一屆有點不太一樣 概念由技巧力量同時兼具利於美的Aaron Golden 推上優雅、重融、彷彿在空中漫步飛翔的Zach Lavin 兩人之間一下配合吉祥物 180度的卡、馬龍、獨臂風車 一下配合空階、法球線滑翔的 甚至還出現過空中飛過吉祥物坐下灌籃 以及法球線跨下灌籃這種你玩2K都不一定會出現的招數 兩人也一舉將近年無趣的灌籃大賽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也正因此有了這張經典的照片 影片的連結我放在右上角 請暫停影片現在馬上立刻去回覆完然後再繼續回來觀看 在這之後的Golden隨著時間的進步 逐漸的將天賦轉化為數據 並且穩定的把數據以及命中率提升上去 在新人約到期的2018年夏天 魔術隊與這個年輕努力的小夥子 簽下了一張4年8400萬的合約 Golden在隔年也沒有就此擺爛 除了將助攻提高之外 整體命中率的提升、穩定上場、時間以及出賽 希望他能跟Lavin一樣破繭而出 成為明星級別的球員 喔對了,我Golden派的防火冠軍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有沒有方幫我按下喜歡、訂閱以及小鈴鐺 如果有想看的球員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 我是蝦球,Lavin Me出來玩GAME 我蘋果派的啦~~ 我們下支影片見!